明天暗 兩次的禮物 許願祝你 蓋過來 祝你們要再次 向我們在座出一位 好鄰居好朋友 祝你更棒的troopers 祝你更棒的律師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大家 平安 赞美主能够再次将安息日赐给我们 愿主耶稣纪念你们的信心跟虔诚 是福给你们与你们心中所爱的 今天上午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这个题目叫做传统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传统 也可以说人的一生啊大半被各种传统影响 有些家族有家族的传统 比如说有些家族会固定在某些节日 从各地聚集相会 也有些家族的成员 几乎大部分都是从事同一类型的工作 所以有些家里面有人当老师了 后来就蛮多人当老师了 有些家族有医生就很多人当医生 甚至在我们台湾啊 有整个家庭里面的男人全部是传道 公司企业也有企业的传统跟文化 像有些公司规定要准时上下班 有些公司它可以不用到公司去 只要你交出成果就好了 社会也有社会的传统 像华人社会过去重视大家族的生活 也比较重视父亲男人的权威 当然现在啊 可能我们不这样想啊 那我们更要注意的是 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传统 除了真理之外 有传统是不是好事 那圣经当中有提到传统吗 圣经是有提到的哦 我们先来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七章 第一节到十三节 小弟很快把这十三节念过一次 大家想一想哦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 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 第二节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 有人用俗手 就是没有洗的手 吃饭 第三节 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 都居守古人的遗传 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 第四节 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 还有好些别的规矩 他们历代居守 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 第五节 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 用俗手吃饭呢 第六节 耶稣说 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 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第七节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第八节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 居守人的遗传 第九节 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 要守自己的遗传 第十节 摩西说 当孝敬父母 又说咒骂父母的 必致死他 十一节 你们道说 人若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 已经做了戈尔板 戈尔板就是 攻陷的意思 十二节 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十三节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 废了神的道 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阿们 这当中我们一直看到 华文里面的这个遗传 其实英文已经翻出来了 就是传统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一直重复出现 所以我们从这里 感受到的第一个 这里讲的是 主耶稣不悦纳的传统 除了马可福音第七章 这一段经文之外 同样的记载 也在马太福音十五章 我们可以发现 主耶稣在这里 似乎对传统 是相当的感冒 不满意 也就是不肯定 那我们一起来想 难道主耶稣 希望我们圣徒 都不要牵涉到任何的传统吗 我们应当进一步的 再去思考这一段经文 主耶稣反对的是什么 我们在看刚刚的第三节 第八节跟第五节 强调这个传统是古人的传统 第八节 大家注意传统前面的这几个字 第八节说是人的传统 第九节说 这是他们自己的传统 所以大家想一想 主耶稣真正在反对的是什么 为什么反对 从刚刚我们看的 这几个字词的前后 我们明显看到 这一些传统 已经产生了一种影响 什么影响 第八节说 使他们离弃神的诫命 第九节说 废弃神的诫命 第十三节说 废了神的话与道 各位想三秒钟 所以主耶稣反对的传统 是什么传统 就是所谓形式化的遗文跟规矩 对不对 换一句话说 只注重外貌的圣洁 只着重在形式化的敬拜跟敬虔 这些人看起来 好像什么东西都有一套规矩 什么东西都要这样规定 好像到教会来 这个也规定 那个也规定 做的事也规定 说的话也要规定 我好敬虔啊 在这几节当中 这些重视形式跟外表的这些人 也就是犹太教的文师跟法利塞人 他们反而在责备耶稣 责备耶稣 意思是 你看看你这个老师啊 你带出来这些学生 都不做一些符合规矩的事 在责备他 都在做一些不符合传统的事 结果主耶稣反而借了这个机会 反倒责备他们 固守了很多 跟神道理违背的传统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直接举例了 说你们这些人啊 为了得到人奉献的好处 像人家说 如果一个人啊 我的钱就是这么多了 我宁愿 留下自己花的以外 都拿给 都拿给教会 类似这样子说了 那就可以不用再拿那么多钱 奉养父母啦 那这个在我们西方社会 现在比较不搞这一套嘛 对不对 子女独立 父母独立啊 政府照顾得很好啊 可是现在想想 在世界上很多地区 不像我们这里一样啊 到年老体衰的时候 如果没有子女照顾他 很多人是日子都过不下去耶 所以当人家长得无法照顾他们 他们甚至无法照顾他们 我大概可以想说 他们的借口是什么 因为神比父母大啊 钱要拿来给我传道才对啊 我认为我可以想想 他们有答案 说 神比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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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高 所以我会向教会 比父母比父母更高 这种说法跟做法 完全违背了神的本意跟诫命啊 神希望我们孝敬父母 不论各位的父母长辈 需不需要你照顾 他们或许啊 钱比你多 也跟你一样健康 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跟国家 他一定是非常关心自己的父母 不管你跟父母的关系好跟不好啊 这是我们的诫命啊 第一个人的诫命 第五条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 就算他有很多缺点 你现在跟他关系不好啊 如果你连看得见的父母 都没办法孝顺啊 你能孝顺那个在天上的父亲吗 别开玩笑啦 我告诉各位 你们不要自己想象 耶稣来跟我住在一起 我就很美满啦 你试试看 你说啊 我爸爸妈妈讲的那些话 我都听不下去好难过啊 你试试看耶稣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 我跟各位讲 你会笑不出来的 耶稣还蛮严厉的 你看四福音书 耶稣常常讲那些 会很伤你的话哦 那请问你到时候会爱他吗 因为耶稣是比你的父母更强 而在福音书中 如果耶稣说的事情 比你的父母更弱 就会使用你 以为你爱的父母 所以一个人不懂的 去笑见看得见的父母 不要自我想象 能够去孝顺天上最大的父亲 如果耶稣甚至不可奉论 自己的父母 你应该不会有的忧愿 我会刺着神的父母 所以主耶稣在刚才的经文里面 你又对那些人说 他们不只做这一件 还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历了那么多的规矩 所以我们先出一个小结论 主耶稣反对跟责备 不是所有的传统 而是违背真理跟真神诫命的传统 这个先记起来 既然这样子 我们继续来想 圣经当中有提到 两千年前 这些神的教会的传统吗 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的一节跟二节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 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第二节我称赞你们 因你们凡事纪念我 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阿们 在这里 保罗两千年前 针对教会的一些问题 甚至可以说 这一间哥林多教会 在当时是使保罗伤心的 可是即便是这一个 令他伤心的哥林多教会 他在这里还提到说 有一点是使徒保罗 要肯定肯定他们的地方 说因为你们坚守了 我所传给你们的 所以他祝福他们 所以大家读英文版就看到了 华文或许没有 传什么 这里不是讲真理 这里也不是讲圣灵 这里讲的是传统 那保罗在第二节提的传统 是什么呢 接下来从哥林多前书11章的经文 提到两个问题 我们就知道了 第一个是男人跟女人 在当时祷告聚会的时候 要不要蒙头 所以保罗指示的传统是 男人不要蒙头 女人要蒙头 这是接下来的经文写的 第二个问题在这一章里面 讲的是圣餐礼的秩序 注意哦 这里讲的不是圣餐礼的教义问题 而是在进行圣餐礼的秩序问题 大家想是不是 我们看这11章 哥林多前书11章 后面后半章 大家回去再看了 讲到说 每个人竟然都带自己的食物 到教会来吃 当时啊 然后有的吃的还不愿意 分给那些没得吃的 有些人可能说 那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我儿子都吃不饱了 我还分给你 你自己为什么不带呢 甚至更夸张的 有人他把酒带到教会来 喝还喝醉啦 那看下去你看 这是两千年前这个教会 这是神的教会啊 没有错啊 这次都在办圣餐之前 脱续的行为 所以简单来讲 这个都是没有爱心 没有节制的表现 哪里有圣灵的果实呢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二十二节 保罗表达出一个态度啦 他说他不称赞这件事 就是这件事不好 于是他接下来 就指示圣餐礼的秩序 应该怎么样 然后借着再讲这个秩序 也把圣餐礼的奥秘 跟教义给带出来 所以保罗说 我们信徒啊 一般的食物就在家里面吃吧 自己先在家里面吃了 不要带到教会来啊 还在比较食物的好坏 甚至还不愿意分 还乱了这些秩序 然后在领圣餐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要自己醒茶 要谨慎这整个过程 为的是纪念跟表明主耶稣的死 你看我们今天的圣餐礼 就是这样在举行的不是吗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思维拉回来 所以我们看到 哥林多前书11章 讨论的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不是在这个问题本身啊 重点是 我们知道原来两千年前 使徒的教会有没有传统 有没有传统 第二个圣餐礼进行之前 这些教会秩序的传统 对不对 所以从两千年前 神的教会就有传统了 那现在我们呢 现在的我们呢 今天我们教会 真耶稣教会也有很多传统 比如我们的聚会程序 聚会程序 你们这几个字听起来 很陌生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 我们一来就是祷告 会前唱诗 唱诗 祷告 讲道 祷告 有没有这样子 我们很熟悉这一套啦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真耶稣教会 在六十几个国家 都是这一套啊 那我请问大家 圣经里面有讲 要造这个秩序吗 要会前唱诗 再来要唱诗 要祷告 要聚会 再唱诗 再祷告 哪一节这样写 有没有 圣经没有写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传统啦 这让大家想得通了吗 这就是我们这件书叫一百多年来到现在形成的传统啦 接下来小弟 小弟明天就离开啦 然后有另外一个人要飘过来啦 他飘过来干嘛 要办灵恩布道会 听过吧 我问大家 圣经哪里有写灵恩布道会 放给小弟看 圣经有写灵恩布道会 圣经没有写灵恩布道会吗 原文中文英文全部没有写 圣经没有写 我们办得这么高兴干嘛 这是好的传统 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啦 因为今天的灵恩布道会 就有如旧约时期 百姓所守的七节旗 都有这些功能啦 好 让我们在这当中领受神的恩典 能够成长 能够蒙福 诗歌布道会听过吗 有人点头 我以为这边没有啊 这也是我们的传统 圣经也没有讲到什么叫做诗歌布道会嘛 有没有 大家看那一台 黑色的是什么 我问大家 两千年前的教会有那一种东西吗 可是现在你进到会堂吗 没有那一个东西 你会不会觉得很怪 所以圣经没有写到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什么啊 那怎么翻进会堂呢 圣经没有写啊 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传统 理解吧 理解小弟在讲什么啊 传统啦 你不会在那边放一台电子琴啊 你也不会在那边摆一支saxphone跟电子吉他 你理解小弟的意思吧 哇各位 你我们进会堂就是跪着祷告 对不对 所以想想想到我们在这堂堂就会去祷告 你能发觉到很多其他教派的会党 你是找不到跪店的啊 前面你还有个小桌子可以翻起来,对不对,可以看圣经做笔记,你知道去很多教派,连那个小桌子都找不到,你都不晓得圣经要放哪里,有没有发现 我们要知道,以前两千年前犹太人进圣殿祷告,不会跪着,他们都是站着的,连坐着都没有 不是圣殿祷,是进度到Holy Temple里面去啦,他们是站着祷告的呀 所以还记得主耶稣讲吗,说有些人喜欢站在路口祷告给别人看,还记得这一节吧 我们不会去站在路口,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喜欢跪在这里祷告给别人看啦 那为什么有诗歌步道会,为什么钢琴伴奏呢 这是好事啊,能够吸引人来听神的道理 那为什么我们不像其他教派的朋友坐着祷告呢 为什么今天我们有传统是跪着祷告呢 因为我们宁愿学习圣经里面那更敬虔的样子 类似旧约当中的但里里,类似在克西玛尼园中的主耶稣 而且当我们的动作这样一发生之后,我们更容易准备好我们安静跟谦卑的心来面对神 还有今天我们真言书教会的圣礼顺序 圣礼不是传统哦,圣礼本身是真礼跟我们得救相关的 我们今天先教会有三大圣礼啊 洗礼,洗礁礼,圣餐礼 我们讲的是秩序啊 所以我们发现,圣经没有说我们要洗礼完马上办洗礁礼,对不对 圣经也没有说洗礼完马上要接着办圣礼,对不对 可是我们今天都这么做,几乎在一个上午或一天之内就办完了,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跟我们得救相关 我们希望赶快来完成,免得节外生枝,就是这么单纯啊 另外,我们教会的领会人员,为什么像小弟一样上台要穿的人模人样的啊 圣经哪里写说我上台领会要穿西装打领带的啊 那我问大家啦 今天如果我上台讲的一模一样的内容,我穿的内衣,这样你们看得下去吗 为什么现在这样,这也是变成一个传统啊,有没有发现一个传统啊 现在我们再来第二个小结论 你看,两千年前的教会跟我们今天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传统 虽然都不是真理,但都有好的用意,有没有发觉 我们现在继续来查考那圣经里面这些传统,两千年前教会传统的来源在哪里 我们请一起看《新约圣经》《铁撒能力家后书》第二章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文,凡所领受的教训不至于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这里华文写的是凡所领受的教训,其实英文你们读出来,犯的更正确 他说凡所领受的传统,要注意,是传统哦,不是一般的教训 所以这个这里使徒就告诉我们教会里面的传统有两种来源,大家有注意到吧 一个是用口传的 另外一个是后半节写的,信上写的,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在犹太人来讲,他们有所谓的口说传统这回事 所以在犹太人来讲,他们有所谓的口说传统这回事 口说的传统 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读的旧约圣经,也不过是两千多年前的以色拉文士们整理出来的旧约哦 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包括摩西五经,大小先知书,智慧书,这些其他的历史书 在更早之前,是没有书面资料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圣太人要传承他们的宗教跟教育啊 都是一代一代借着嘴巴讲,借着头脑记忆的 所以他们从两三岁开始有记忆开始啊 爸爸妈妈每天就,借着爸爸妈妈记好的经文,念给他们听,念 一直这样子,背十年以上 So since they were two or three years old, their parents will be reciting all these verses and teachings to them everyday for at least ten years 然后只有在百姓另一位人当中,那个聪明又聪明的都是最聪明,最有智慧 可能智商一百五以上才能被抓来当文士 因为他们经文记得最清楚,也能够讲解 所以这是之所以,为什么他们满十三岁啦,就可以有一个称谓叫做律法之子,有听过吗? 所以用嘴巴传,这是犹太人传承的方式传统之一 但是这里又有提到第二个方式叫做信上所写的 各位两千年前这些信啊,就是你现在手上新约的二十七卷,这样理解吧? 两千年前这些教会书信啊,现在整理出来,就成了我们二十七卷新约圣经的正典,就是这样来的啊 那对于现在,已经又不是两千年前,对于现在我们在座诸位来想呢? 就只有这一本,只有圣经里的启示与教导才是真理 这就是两千年前教会传统的来源啊 那今天我们今天书教会的传统也是写在我们很多的规章细则跟解释里面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教会一定会有传统,接下来要想 那教会为什么需要传统呢? 另外一句话,它的目的为何? 我们再次来看《帖善罗尼加后书》二章十五节 十五节,我们注意头两个中文,就是头一个字叫做所以 有看到吧? 大家比小弟有智慧,现在继续想哦 我们什么时候会用所以这两个字 我们通常在讲所以这两个字之前,我们通常会讲两种东西 一个,第一个,可能我们在讲某个原因 第二个,我们可能在讲某个目的 如果前面讲的是原因,我们用所以就是要带出结果来 不好理解,我先来举个例哈 所以我现在全身湿呆呆的,这是后半句 前面那一句,你可以解释原因呢? 因为我临着大雨,赶到这里来,所以我全身湿呆呆的 这样大家通了吗? 因为我用所以,后面讲结果,前面那一句可以讲原因 这样理解吧,这是第一种 所以第一种是,我将结果结果,后面我提供解释 那第二种不是讲原因,它是讲目的的 第二种是,不是关于理由,而是关于理由 所以,我全身湿呆呆,为什么呢? 我不要用这个意思,我要举另外一个 讲目的,为了要活下去,所以我必须吃这口饭 这够简单了吧?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后面我这个,所以我为什么吃这口饭 你看,前面我因为有个目的嘛,因为我要活下去吧 我们再看一次,《帖善诺迪迦》后书二章十五节的 所以的前一节在讲什么? 我们来看十四节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详细,我们再看这个详细 我们再看详细14 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照你们到这地步 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所以十五节,大家好好再分析一下想一下,他在讲什么呢? 他是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属灵的目的,达到一个属灵的地步 有没有看出来? 为了达到十四节这个属灵的目标 原来教会的传统可以帮助我们到某个属灵的程度 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啊,这是传统的功用 所以有些人会争执说,这些传统有没有写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要这么要求?为什么要这样遵守呢? 传统,大家要记得,有它的时代性,有它的处境化 有这些说法,我用这个比较专门一点 你缓瓣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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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是信仰的一种方法 绝不是信仰的目的 可是两千年前的这一些猥太教的文士法利塞人 就是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搞错了 把方法当成目的 因为他们犯错了 所以他们才会计较这个 众是那个 甚至这样来责备耶稣跟他的门徒 那我们最后再来想 那既然有这个传统 知道传统的目的 那传统要遵行呢 可不可以改变呢 是不是要遵行 可不可以改变呢 我们来看铁撒农尼迦后书三章六节 弟兄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 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当远离他 阿们 保罗吩咐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要做一件看似没有爱心的事 如果有哪些人怎么样的话 我们大家都远离他 怎么这么没爱心啊 怎么这么不懂赦免啊 什么样的人远离他 这里不是说不做圣工 不是这样讲的 这里也没有说不守真理哦 连真理 主耶稣的吩咐都没有讲 对不对 这里讲说 只要那些人不遵守我们的传统 注意经文 传统 我们或许想只是不照传统做就要这么被严厉对待吗 难道我们年轻人我们这些人都不能有不一样的想法吗 其实重点啊 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 重点在于我们的 注意我们的 这个我们啊 当然是指的当时使徒及教会全体啊 有些是得救教会里面更多数的存在 让大家去理解他 比如说我们奥克兰教会可以定出一套规矩 跟世界上其他所有真言书教育都不一样的吗 这个要思考一下啦 虽然我们在这里也称为我们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里充其量啊 假设有五百位信徒好了 那其他五百万真言书教会的信徒他们算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定一个跟 跟那些更多数的弟兄姐妹不一样的东西吗 刚才讲啦 教会形成传统是为了帮助信徒更尽钱 更能得着基督的荣耀 那既然这样子全体可以一起遵守啊 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圣经也没这样写的理由来不遵行 这样大家理解吧 如果我觉得 如果有个人觉得说 我想了这样就对 又没有违背圣经 然后就不遵行 那代表这个人可能存有不好的心态 他或者想要特立独行 表达自己的特殊 他或许已经习惯不顺服 甚至啊我们讲 已经产生一种 属灵的骄傲而不自知了 所以使徒保罗说 要远离他 是要让他自己去反省思考 自己是不是这样偏差啦 没有说除名他 远离他是想借着这个方法来提醒他 让他自己去反省 教会的传统 我们讲呢 两千年前跟现在教会有这么多传统 可以改吗 我们在看回《铁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的一个字 这个十五节最后有个字说 都要坚守 坚守 对啊 坚守这个华文的翻译 容易让我们误解 好像传统就必须坚持 似乎不能更改 但是其实这个字本来没有不能更改的意思啊 没有啊 我们来看两节经文 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二节 请看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十二节 我们看十一节好了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 当安息日掉在坑里 不把他拉 抓住拉上来呢 为什么看这一个 因为这里的抓住拉上来 就是跟刚才的那一个字 原文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再请看《启示录》二章第一节 启示录二章一节 这一节里面 那右手拿着七星 拿着这个字 也在原文里面 跟刚才那一个字是一样的 所以各位 那个羊你抓住了 拉住了可以再放开吗 可以吗 你抓住羊就放不开了 有强力交啊 启示录二章一节 那个右手里面有七星 可不可以再放下去啊 或 in book of revelation he who holds the seven stars after he holding it can he play can he put down the seven stars 所以铁上龙一家二章十五节 告诉我们 传统应该要守住 但是没有说完全不能放开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了吧 因为传统不等于真理 可是可以帮助我们抓住真理 所以各位看一看 我们一开始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那两个当时教会的传统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觉 其中有一个传统我们现在不做了 有一个传统我们现在还在做 哪一个传统不做了 今天我们在座的姐妹到教会来 你需要蒙头吗 蒙头就是几乎要像伊斯兰教徒一样 他们女生带这样 这样理解吧 没有啊 我们现在这个传统已经改了 可是圣餐秩序的部分 我们依然维持啊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他的建议 传统可以建议 但是也要哥林多教会自己愿意改 我们后来在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 叫做哥林多后书 我们发现他们真的有改了 那个记者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的八节到十六节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翻了 保罗说他因为提多后来跟他报告的 他受到了安慰 这也给我们一个方向 教会的建议和教会的传统是可以建议改良的 前提是更大部分的神的教会 我们一起有共识跟同意 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圣灵 我们是同一家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单凭少数人的感受跟意见 就决定自己要不要遵守 甚至在教会没有共识之前 到处讲论批评 这样教会会失去秩序 也会产生乱象 结果就是影响圣工跟许多人的灵命 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十八节 这里有一段值得 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智慧 请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六节 小弟很快地念过一次 十八节 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十九节 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 二十节 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 对保罗说 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二十一节 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 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 二十二节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二十三节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 二十四节 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 替他们拿出归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 这样众人就可知道 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 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 遵行律法 二十五节 至于信主的外邦人 我们已经写信拟定 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和乐死的牲畜与坚淫 阿们 为什么跟各位看这个啦 我们再看最后二十六节 这个很重要 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 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 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 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 阿们 我们各位 保罗认为这些节旗跟祭祀的规矩重不重要 不重要 所以他在外邦教会一直传说 什么割礼啊 什么守日旗啊 饮食啊 那些都是影子而已啊 还记得吗 搞到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来了 长老跟其他人去见他 长老跟其他人是很高兴还是很担忧 你们读得出来吗 你们觉得呢 担忧耶 听保罗见证完之后讲了一句话说 兄弟啊 你看犹太人当中 看到这个就有点好笑了 兄弟你看我们这里信耶稣的犹太人有多少万啊 他们听见你回来啦 意思是什么 大家都听见你回来都不高兴 听见保罗你回到耶路撒冷都不高兴 因为你在外面一直讲我们现在遵守的这些传统好像都没有用 这样理解吧 所以你看二十二节 众人必听见你来啦 这可怎么办 了解他们的心思意念了吧 然后接下来就做了一些建议 不要再讲了 对不对 我问大家 保罗有没有照着做 26节 保罗有没有很顺服的照着做 有没有 保罗你这个双面人 我们可以这样骂他吗 你自己在外面啊 到处讲说这个没有用 这个不需要 怎么进来你就照着做啦 龟孙子 可不可以是要骂他 双面人 这都不是好的行动词啦 我告诉各位亲爱的不是啦 不要看错啦 这是使徒保罗 属灵的智慧 你们有看出来吗 保罗在外邦教会讲的是对的 我们真正要追寻的是心里的割离 我们真正要遵寻的是神的命令跟吩咐 不是这些外在的仪劫 不是这些外在的仪劫 可是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知道那里有好多弟兄姐妹 他们还习惯那样的传统 不要硬去跟他们冲突啊 他们都好多的想法 还没办法去 还没办法去转变 我相信在座的年轻人 你们也可以理解的 因为今天在这里的教会 也可能有这样的现象 你一直觉得 为什么教会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然后一直在争执 这个到底圣经有没有写 你们没有想到 在这当中 有一部分的同龄或长辈 他们就是还不习惯嘛 我们能学习保罗的智慧吗 你看那二十六节 安安静静的全部造作 他不是双面人 他不是龟孙子啊 他这么有属灵的智慧 所以让大家能够和睦 也能够接受他 所以他追求的其实是后来 他自己写给罗马教会弟兄姐妹 罗马书十四章的道理 我们不要再翻啦 有时候为了这件事情 争执啊 不蒙神喜悦啊 我们是不是能够顾虑到 一些人的感受呢 这个叫做 为了爱人的道理型 我们回去再翻罗马书十四章 现在不翻啦 这种智慧就是 传统虽然可以变 但是在这变化当中 要尊重传统与之间的和睦 很重要啊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传统 都跟两千年前不一样啊 神的发展 神的国一样在发展 早期啊 在会堂放这个钢琴会被骂 你们听过吗 是五十年前五六十年前放的叫做风琴 你们听过吗 那个脚要踏要踏那种东西啊 你们那时候的感受是 这种皮安诺是酒吧里面在用的 怎么可以半间会堂呢 现在变啊 现在姐妹你们都没有蒙头了嘛 对不对 每个人的头发都好漂亮啊 本来也没有神学院哦 有人说 怎么可以把神的仆人当成学生教呢 可是现在神学院已经超过五十年以上了 本来也有教会很多人不赞成宗教教育啊 男生和女生怎么可以在同一间教室呢 不可以太不进钱啊 可是现在哪一间教会没有进行宗教教育 以前也觉得这些团契 都是外交派的东西 可是现在哪一间教会没有团契啊 我们最后来做三个结论就结束了 所以第一个 传统有分好跟不好的 不论在我们生活当中或教会里面 我们都要用神的真理来分辨 你这样就写了 第二个 教会是一定有传统的 虽然你在圣经里面直接都找不到 但是教会的传统有美好的用意 帮助我们持守真理更亲近神 第三个 教会的传统不等于真理 是可以改变跟改善的 但是我们应当要用这样的智慧 要全体教会都有共识 而且决定之后 我们信徒应当要遵守 愿以上的分享 让我们得到智慧 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 赞美诗215首 Hem 215